历秋以后怎么吃?比较好呢? 大家好,我是王颖艳 夏季逐渐过去,秋天悄悄来临 天气也慢慢转凉了 大家知道历秋以后身体有哪些部位最脆弱容易得病吗? 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 四季养脾胃 秋季一定要注意对肺的养护 记住一个字,就是润 秋季保养身体的重点就是润肺 一定要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 历秋以后千万不要太贪这些油腻和辛辣的东西 饮食上多吃一些芝麻、核桃、蜂蜜、雪梨、酸奶等等 在煮一些养生粥也会很适用秋燥的这种环境 第二个一定要少吃西瓜,多吃梨 历秋以后啊,西瓜就尽量少吃一点 因为西瓜过于寒凉 历秋以后吃的话呢,就容易发生腹泻 饮食方面呢,重点要放在滋阴润脏上面 多吃一些清脆爽口的果蔬啊 比如说梨啊、藕啊、葡萄啊等等 一定记住这个原则 第三个,少吹凉风,多安神 秋天呢,就别再过于寒凉风了啊 开空调呢,一定要避免对我们人直吹 尤其是敏感的面部呀脖子呀 第四个呢,就是啊 适当的增加运动 多发发汗 对于老年人来说,多一些舒缓的运动 比如说太极拳呀、五禽戏呀、八段紧啊 快步走 适当的快步走,也是可以的 关注我,我是王雨燕 每天给您分享健康小知识